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容易得癌症的女人多半都有这五种表现 希望你一个都不占 林先生夫妇由今已经六十多岁了 两口子自从过了六十岁便开始坚持定期体检 在今年的体检中,两口子同时被查出了肠癌早期 好在发现得早,两口子分别接受了手术 并未影响日常生活 不过,夫妻同时患癌让两个人一时难以接受 问诊后,医生分析 认为这两口子同时的患癌与共同的生活习惯有关 两人的饮食过于解解了 平常林先生两口子吃不完的剩菜舍不得扔 总是放在冰箱里继续地吃 还喜欢吃各种的腌制菜 正是这样的饮食习惯导致两口子同时的被癌症盯上了 癌症的发生与多种的因素共同的作用有关 很多癌症都是省出来的 一,很多癌症是省出来的 这些习惯赶紧改 省出来的癌症并不是说节省就会导致癌症 而是有些人过度的节俭,图省事,图省钱等有一些的相关的不良习惯 导致癌症的风险增加了 下面几个看似节省的习惯要不得,要尽早地改掉 一,图省钱,过度的节俭 有的人为了省钱,过期没变的食物舍不得扔掉 担心费店,不舍得开抽油烟机 不舍得买新鲜的蔬果 但这些看似节省的做法,会增加了癌症等健康的风险 二,图省事,怎么方便,怎么来 家里有冰箱,图省事,剩菜剩饭都往里面放 不想做饭经常吃外卖,泡面等 嫌麻烦从不主动的体检 看似省事了,但时间长了,就可能会惹上了麻烦 三,图省力,经常久坐不动 想着省点力气,经常久坐,懒得动 是很多人的通病 但久坐不动会增加肥胖以及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 四,图省菜,隔夜菜不舍得倒掉 剩下的菜舍不得倒掉 第二天,第三天接着吃,是很多老人的习惯 但隔夜菜可能会支撑细菌,产生压硝酸盐 长期使用可能会诱发胃癌 二,五种世俗眼中的好女人更容易被癌症盯上 一项的调查指出,癌症偏好好女人 中国城市女性癌症的患者中有70%都是人们眼中的好女人 理醒,这几类女性很容易被癌症遭上 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勤俭持家型 勤俭持家型的女性多数需要承担家庭的各种繁琐 像做饭,洗衣服等各种的家务 据上海同济大学肿瘤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发现 中老年女性长期接触高温油烟 患肺癌的风险会增加两到三倍 爱妃吸烟的女性肺癌危险因素中超过60%的女性 长期的接触厨房油烟 且厨房门窗关闭或者是通风欠假 在一个通风系统差 燃烧效能极低的环境中 采用高温煎烤油炸等的方式做饭一个小时 其对健康造成的损害几乎相当于吸了半包烟 其实,若对于厨房的环境进行PM2.5的测试 其数值会超过800 二,完美主义者 试试追求完美的女性 精神压力特别的大 可能会导致功能性消化不良 甚至被胃癌一线癌等的疾病盯上 专家指出 豁达的心胸一跃的心情是癌细胞的天敌 平时要多培养兴趣爱好 遇到不快的事情做做深呼吸 三,女强人型 事业上过意的拼搏 忙起来经常久坐不动 吃饭不规律 经常熬夜等等 都可能会增加了肠癌肝癌等多种癌症的风险 四,老好人型 平常总喜欢扮演老好人的角色 过意谨慎小心处事 即使内心有强烈的不满 也会委屈求传的女性的老好人 将情绪过度的压抑起来 会增加有限癌 肺癌 卵巢癌等癌症的风险 五,遇事爱叫真型 做事过意叫真的人也很容易处于高压的状态 被肿瘤盯上 像财税工作人员 工程技术工作人员等 受工作的影响 可能会成为了肿瘤的高发炎群 三,女性想远离癌症 建议牢记五句话 不得不说 很多女性真的很难 既要工作承担了经济压力 还要兼顾家庭的各种的琐碎 加上女性天生心思细腻敏感 不小心就会被癌症盯上了 女性想要远离癌症 不妨做到下面这几点 一,不要一味忍气吞声 一味的忍气吞声 会让自己的情绪在体内积载 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要学会宣泄排解不良的情绪 别闷坏了自己的身体 二,放慢一点节奏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要记住 让自己开心 学会放慢一点节奏 给身体适当的减压 三,不追求事实完美 不是所有的事情 你都能够做到完美无缺 事情要分轻重缓急 拿得起也要放得下 四,学会装糊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对于别人一些不中听的话 看不惯的做法 要学会糊涂 不要事事较真 让自己活得太累 五,遇事多看好的一面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的挫折和经历 好的坏的都要坦然地接受 用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 六,预防癌症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饮食上尽量做到饮食均衡 少吃烧烤腌制 烟熏油炸高脂的食物 这些食物可以增加了癌症的发病风险 尤其是美便的食物 有很强的致癌性 多运动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也可以避免肥胖 肥胖和很多的癌症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注意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长期熬夜对身体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可增加乳腺癌、肝癌等癌症的发病率 一,还要学会治检和定期体检 女性朋友可以适当地了解一下 好发育女性的癌症的相关的症状 比如乳腺癌、公颈癌、子宫癌、卵巢癌等 癌症的早期的症状 如果发现异常 可以及时地去医院检查治疗 很多癌症都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好女人大家都喜欢 但是有些好女人千万不能做哦 你平时心情不好会怎么发现呢 欢迎您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